数列an的避合关系是为a1-1,a2-1 当n带等于30,an等于an-1加an-2 请问下列哪些选项正确 1,a9等于55 2,若将4写成1与2的和 顺序不同就算不同方法 有1加1加1加1 1加1加2,1加2加1 2加1加1,2加2 这五种方法 则将9写成1与2的和 有55种方法 3,楼梯有9阶 有一人要上楼 每步跨1阶或2阶 有55种上楼的方法 4,丢一个硬币 直到出现连续两个正面就停止 否则就继续丢 若共丢9次再结束 则出现的正反过程有55种情形 5,地面有2列9行的正方形方格图 如幽 现想用长方形磁砖铺满地面 以至每块长方形磁砖 可以铺满两个相邻的正方形 也就是我们可以直的这样铺 或是很的这样铺 则用9块磁砖铺满房间地面的方法 有55种 那在第一个选项中 我们可以按照题目的关系是 依序把签修项写出来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第9项的答案应该是34 所以第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那在第二个选项中 我们可以参考下调 如果要将N表示成1与2的和 方法数如下 如果要将1表示成1与2的和 那这样子有一种写法 那如果要将2表示成1与2的和 就有两种写法 分别是1加1还有2 那如果要将3表示成是1与2的和 有三种写法 分别是1加1加1 1加2还有2加1 那将4表示成1与2的写法 就会有这五种 就是1加1加1加1 1加1加2 1加2加1 2加1加1 还有2加2 好 那我们要从这边去找出他们的一些规律 那它的规律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将每个数字 都表示成1与2的和 所以我们可以先讨论 我们分解的第一个数字是多少 举例来讲 比如说以4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4做拆解的时候 第一个数字可以用1 也可以用2 那如果第一个数字用1的话 那代表说后面这边应该要是1加3 那在括号里面 同学看到的这边就是 把3拆解成用1和2的和 这三种拆法就会在这边出现 那如果我们将4拆解成的 第一个数字是用2表示的话 那后面就要是2 那后面的数字要是2的话 那这边就会使用到2的分解方法 就是1加1还有2 那就会出现在这边 所以同学看到4的分解方式 有3加2 这边总共5种 这5种就是来自于2的方法数2种 跟3的方法数3种 所以再说明一次 如果以5来举例的话 我们可以分解成的第一个数字 如果用1开头的话 那后面这边就是要1加4 那1加4的话 同学看到的这5种分解方式 就是前面这一栏的这5种分解方式 那如果我们拆解的第一个数字 是用2表示的话 那后面就是要2加3 所以后面这边就是3的拆解方式 就是前面的这三种 所以5的分解方式 可以表示成是5加3 但是5加3就是4的分解方法有5种 3的分解方式有3种 所以5加3这样等于是8种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们的分解方式的规律就是 只要我们先把前两个数字的拆解方法 写出来之后 那就是前两项的方法数相加 就是下一个数字的拆解方法数 所以按照这样规律 推写下去之后 就可以知道说 最后9的方法数 可以有55种拆解方法 那第三个选项 我们也可以用跟第二个选项 一样的讨论方式 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要爬上9届楼梯的话 一样可以有55种的分解方法 那在第四个选项中 我们要讨论的是说 我们如果只要丢出连续两个正面 那丢止的动作就停止 那要丢止9次才停止的话 那它的状况会有哪击重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先来讨论说 如果丢一次就停止 那因为我们要连续两次正面才会停止 所以丢一次就停止的状况 这个不可能发生 那如果要丢两次才停止的话 那代表说 一定是连续两次都是正面 那如果要丢三次才停止的话 那代表说 后面两次一定是连续两个正面 所以第一次必须要是反面 如果第一次是正的话 那第二次是正 这样就停止了 就不会有后面第三次的状况 所以一定是 后两次是连续两个正面 那前一次就必须要反面 那如果要丢四次才停止的话 那这个时候同学可以讨论说 如果要丢四次才停止 我们如果在四次里面的 第一次是正面 那第二次就必须反面 那后面就一定是连续两个正面了 那如果第一次丢数字反面的话 那后面三次就等于是重来 因为第一次反面情况之下 后面这一次你要丢正 或丢反 理论上是都可以 但是后面这边是因为 因为我们要三次就结束 所以三次就结束的话 一定是后两次正面 那前面这次就是反面 所以同学看到括号这边所写的 刚好就是前面三次就结束的方法数 那所以同样的 上面这个括号 就是两次就结束的方法数 所以这边一加一 就是后面这边的方法数 好 那按照这规律 我们可以往下看 如果要丢五次才结束的话 也是讨论说 如果第一次是正 那第二次就必须是反 那在第二次是反的情况之下 后面要连续三次 结束投资的话 后面这三次 一定是反正正 好 就是前面这一个 好 那如果第一次是反面的话 那后面四次结束的话 那后面这次是结束 就会是这边看到的 好 正反正正 就是这一个 或是反反正正 就是下面这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反正正就是它 那这边的正反正正 反反正正 就是这两个 所以一加二 就是这边 三种 好 那再来这下一个也是一样 如果丢六次的话 前两次是正反 那代表说 后四次的话 好 我们要结束的话 那状况 刚好就会是 这两种 好 那如果第一次是反面的话 那后面的五次 要结束投资的话 后面这五次 我们看到的状况 会有这三种 这三种 通常就是前面这三个 所以从这边 我会发现到说 它的规律都是 前两个方法数相加 就是下一个的方法数 所以第一次结束的方法数是零种 第二次的话是一种 第三次的话是一种 那从第四次开始 就会是前面两个相加 所以一加一 二 一加二 三 好 那过来二加三 五 好 那过来三加五 八 一次类推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总共的方法数 好 我们所要求的 应该是二十一种 好 那最后第五个选项 我们要来铺磁砖的时候 好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磁砖可以直的铺 或是横的铺 但是横的铺的话 一定要是两块磁砖 这样子并排 所以我们把直的铺 这样置为一 那横的两块磁砖 这样并排 置为二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因为庭幕要的方格图 是九行 所以我们就等于说 是要将九 分解成是一和二的合 这样子选项五的问题 就等于是选项二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的方法数 一样是五十一种 好 所以这一题答案 我们选的是二三五 想要获得更多 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 感谢观看